朋友一起去郑州 看看我们极限24小时 在郑州都吃了些什么吧 是面食爱好者狂喜的一天 早上先来一碗胡辣汤 胡辣汤我真的爱了 肉盒 煎包和小油条是胡辣汤的标配 幼稚胡辣汤一碗7块钱 豆腐囊两产9块钱 里面的牛肉块很大 小油条很轩软 泡进来非常的稀枝 肉盒比方中山的药包 但是外皮很酥脆 来吃丸子汤了 里面可以加泡面和锅盔 面会在锅里泡一会 加上牛杂和丸子 最后加上泡面 咖喱味的丸子汤还是第一次吃 丸子脆脆的 一口下去热乎乎的 来郑州一定要来一次只有河南 不要太震撼了 这次的时间比较紧张 下次我再来可以在这里连晚两天 李家村的代入感真的好强 全程流泪 大家的演技太好了 各种的小剧场 到任何地方都得逛文创 真的好可爱 想买下一套 来吃葛基焖饼了 这家真的好气派 豆芽不抵 放上饼丝 浇上酱汁焖一会 每桌都是两盘起点 里面还可以加和红烧肉 叉烧排骨和面筋配饼刚好 饼上加辣椒 再配上一半蒜 这么吃不要太香了 我能吃一整盘 红豆粥和绿豆冰沙一定要点 非常愁 来吃四场会面了 招牌是咖喱会面 但是咖喱味没有太明显 就算吃能吃一整碗 又来吃面了 里面有鸡杂肥肠牛肉也超大块 料很多 但感觉面的口感一般 来买全是红豆的红豆包了 红豆沙沙的 越嚼越香 来大上海城了 感觉这家店撑起了一座商场 叔叔阿姨两个人做 还上了央视呢 料满满的 冰淇淋一定要加 很好吃 整体的甜度不高 好吃好吃 来吃合计的会面了 这次点的是糖蒜 我喜欢先吃一口原味 然后再加辣椒 面食配蒜真的太好吃了 我能吃一头的蒜 他们家的面确实不错 来召集米皮了 米皮给的红油是真多啊 麻辣烫会面也是招牌 主打一个麻辣 辣椒挂满每一根的米皮 来吃我心心念念的鱼香茄子了 还点了几道这家的招牌菜 怎么说呢 没有很经验 来吃花生奶酪了 就像吃大白兔奶糖的感觉 吃起来很绵密 中间还是有料的 来喝薄荷绿豆水了 一次解锁两杯 料太多了